魔道祖师 第十四章 优柔二 就是这个 魏无羡心中高兴突然拍桌子说道 这一拍震倒了书桌上的纸灯 蓝忘机眼疾手快地将它扶了起来 魏无羡道 蓝总主 这本乱破抄里面有没有一支曲子 能够扰人心神 使人元神激荡血气翻腾 暴躁易怒之类的 应该 应该是有的 蓝锡尘说道 那 金光瑶他凌厉不行 没办法在七响之内取人性命 而且这样下手太明显了 所以他肯定不会挑这种杀伤力强的邪取 如果说 他是借着为赤丰尊弹清新选曲 祝他平定心神的理由 连续弹上三个月 那么蓝总主 这支曲子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会像慢性服毒一样 催化赤丰尊的发作呢 蓝锡尘思索道 恐怕有 那么这个推测就很合理了 那段不属于喜华的残谱 就是出自于这本乱破抄失落的一页 乱破抄上所记载的东莹写曲颇为复杂难袭 他没有时间在禁书室里抄路 只得撕走 不 不对 金光瑶有过目不忘之能 所以他撕走这一页并不是因为他记不住 而是为了死无对证 他是为了确保万一有一天东创事发 或是被人当场抓住 也没有办法判断这段旋律的来源 他所做的一切都极为谨慎 当着您的面 弹奏的是完整版的喜华 而赤丰尊并不是最新风雅之人 他听过蓝宗主你所谈的喜华 应该对旋律有大致的印象 因此金光瑶不能直接弹奏写曲 而是把这两支风格迥异 功效也完全相反的曲子 柔和到了一块 竟然还能柔和得如此好 柔和得不突兀浑然一体 音乐天赋真是高啊 我猜 他在喜华的段落里 只使用了很小的灵力 而在写曲的段落里 才大大的发力 赤丰尊毕竟不精通于此道 自然也就无法分辨出 其中有一段 已经被金光瑶篡改为催命写曲了 沉默了半想 蓝宗主你低头道 阿瑶他 他虽然时常出入云深不知处 但是藏书阁底的禁书室 我并没有告诉过他呀 蓝宗主你 蓝宗主你回答了越来越艰难 魏无羡道 蓝宗主 恕我直言 脸方尊是在齐山温室的 不夜天做过卧底的 而且是一位无比成功的卧底 他连温若寒的密室都能找到 并且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 在他的面前 蓝家藏书阁的近视 算得了什么呀 蓝望鸡则道 兄长 当年你转移藏书时 是否中途遇见过他 在聂明觉的共情里 蓝锡臣说过 他之前是见过金光瑶的 明显印象颇佳 而且还说了毕生之耻 算算时间 也能够让人联想到 蓝锡臣藏书出逃的事了 当年齐山温氏作乱 人心惶惶 蓝锡臣挟着未被焚烧的藏书 拼死出逃 或许中途落难 受过金光瑶的恩惠 所以他才如此信任 金光瑶的为人 连清新英都可以交给他 而果真如此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金光瑶在那时手忙脚乱的 蓝锡臣口中 得知了一些事情 在决定除掉聂明爵的时候 想起了蓝家所藏的一批 禁书写取 再仗着自己是蓝家家主 异地的身份 出入藏书阁 直到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蓝锡臣把写着那段 残谱的纸拿在手里 盯了一阵道 明天我去试验 看看这段残谱 是否真的会影响人的心智 事到如今 这几乎是他对金光瑶 信任的最后筹码了 蓝旺基道 兄长 蓝锡臣则一手遮住了额头 忍耐着什么一般沉声道 旺基啊 我所知的金光瑶 和你们所知的金光瑶 还有世人眼中的金光瑶 完全是不同的三个人 这么多年来 他在我面前 一直是一个忍辱负重 心系众生 敬上怜下的形象 我从来以为我所知的 才是真正的金光瑶 你现在要我立刻相信这个人 他是个十恶不赦 阴险狡诈的卑鄙之徒 能否容许我更加谨慎一些 再做出判断呢 痛苦之处在于 如果要他相信这件事 那么他就必须承认 三个结义兄弟之中 一个辜负了他的信任 在他面前伪装了这么多年 而另一个 则是因为他的这份信任 而被害死了 早在清和涅式清谈会的当日 他就被设计为杀人计划的一环 引发最后一击的帮凶 魏无羡和蓝旺基 自然也就没有再说话 许久之后 蓝锡城终于放下了手 疲倦道 到现在为止 这些东西都只有 我们三个人知道 找不到头颅就拿不出证据 一切也都只是片面之词 无法取信于人 取信于天下 所以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还需从长计议 魏无羡微微寒手道 对 蓝总主 容我再多请问一句 那赤丰尊的尸身 不必担心 大哥的尸身 各家已经亲眼见过 眼下由淮丧保管 那金光瑶的反应如何 天衣无缝 蓝旺基回答道 魏无羡也能猜到 他一定是把戏 做足了全套 道 那所有人见过就好 要不了多久 这件事也就会传得沸沸扬扬 金光瑶是先都 又是名义上赤丰尊的异地 必定要追查此事 给出个交代 这回他骑虎难下 总会露出马脚的 也不用怕他再使英手了 蓝旺基尘露出了 奇怪的神色道 可是魏公子 你不觉得 仪陵老祖重归人世 这件事会更加沸沸扬扬吗 魏无羡心道 我果真就给忘了 这传说中的仪陵老祖 可比眉头的赤丰尊 更恐怖啊 蓝旺基尘又说道 云身不知处 只能供你们暂时藏身 过不了多久 一定会有人来盘查的 你们得自己出去 想办法找到关键的证据 说的也就是赤丰尊的头颅 魏无羡点头道 明白 他自然而然地转为蓝旺基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 他理所当然地觉得 蓝旺基一定会和他一起行动 显然蓝旺基也是这么觉得的 道 蓝旺基尘看着这理所 当然完全不问他意见的两个人 那幅欲言又止的神情又出现了 最终还是叹了口气道 那边我也会留心的 他说的那边 自然是指金光瑶那边 走出了藏书阁 魏无羡道 你哥哥打击好像挺大的 打击再大 找到了证据 他也不会顾息 那是 毕竟是你哥哥嘛 这时 路旁的草丛速速而动 魏无羡心头一紧 忽见草丛分开 钻出一个白茸茸的小脑袋 还长着一对长长的耳朵 这是一只兔子 兔子粉色的鼻子缩了缩 看到了蓝旺基 垂下的耳朵突然立起 一蹬腿便朝他身上弹去 蓝旺基伸手将他捉住 抱在了壁弯之中 他们来到那片青草地上 小苹果卧在一棵树旁 几十只圆滚滚的白兔子 围在他的身边 大多数都闭着眼睛睡得正安稳 少数几只则还在鼓动 魏无羡走到树边 挠了挠小苹果的驴脑袋 小苹果一个机灵 鼻子喷着粗气惊醒了 看到了魏无羡正要大喊大叫 扎堆的兔子们也被惊醒了 抖抖长耳朵纷纷朝蓝旺基那边蹦去 一团一团段聚在他雪白的靴子边 跑来跑去 也不知道兴奋个什么劲 魏无羡牵着小苹果的缰绳 边拽边威胁道 噓不许叫啊 你叫我打你 不我叫他打你 那些兔子们后腿站在地上 人力起来 一条一条的趴在蓝旺基的腿上 都想往上爬 蓝旺基也任凭他们折腾 窥然不动 就算是魏无羡赶 他们也不走 一直跟在身后 只等到他们出了 云深不知处的大门 才垂下耳朵 坐在原地目送主人离去 魏无羡回头看了看到 都舍不得你啊 韩光君真没想到啊 你竟然这么讨这些小东西的欢喜啊 我就不行了 不行 是啊 山鸡野兔夹猫飞鸟 看到我统统转身就跑 蓝旺基摇了摇头 意思太明显 那一定是你恶作剧在先 才讨得他们不高兴嘛 下了山道 上了小路 魏无羡忽然道 哎呀 我 肚子疼 休息 换药 不 云深不知处附近不安全 拖一刻危险一刻 我坐上去就好了 那你坐 哎呀 哎呀 上驴动作太大了 我怕牵到伤口 蓝旺基于是停了下来 转过身 看了看他 忽然伸出双手 避开受伤的位置附近 抱住他的腰 将他轻轻一提 放在了小苹果的背上 两个人 一人骑着驴子 一人走在路旁 魏无羡骑着驴子 笑得眼睛都密封起来了 蓝旺基道 怎么了 没什么 像是干了件小坏事一般 他心里有点小得意 虽然幼年的事情 很多他都不记得了 但是有一幕画面 始终模模糊糊地 映在他的脑海之中 一条路 一头小花驴 三个人 一个黑衣男子 把一名白衣女子 轻轻提起 抱起来 放在小花驴的背上 再把一个小小的孩子 高高地举起 扛在自己肩头 他就是那个 矮得不到人腿的小孩子 坐到那个黑衣男子肩头 一下子变得很高很高 威风凛凛 他一会儿抓着男子的头发 一会儿又搓搓他的脸 两腿扑腾不直 嘴里开心地乱叫 而那名白衣女子 则摇摇晃晃地坐在驴背上 看着他们似乎在笑着 那男子子是始终默默地 不爱说话 只是把他拖了拖 让他坐得更高更稳 一只手牵起花驴的绳子 三个人挤在一条小路上 慢慢地朝前走着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记忆 那是他的爹娘 魏无羡道 哎 蓝湛蓝湛 你把绳子牵一牵嘛 为何 小苹果很聪明 不是不会跟在他身后走 魏无羡又道 你就傻个脸牵一牵呗 虽然依旧不解 为什么魏无羡的笑容那么灿烂 蓝忘机还是一眼 把小苹果的缰绳牵了起来 握在手里 魏无羡自言自语道 嗯 就差个小的了 什么 呃 没没没没什么 蓝湛 你真是个好人 蓝忘机似乎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一句 看他的目光越来越奇怪 魏无羡又道 我忽然发现 我怎么这么坏 从小就坏 我要是现在跟你认错 还来得及吗 蓝忘机微微一扬眉 这样的表情对他来说是极为难得的了 他反问道 认错 这个人以前每次跟他说要认错 往往是另外一场更加严重的错误的开始 魏无羡道 你不要这副表情嘛 我是认真的 哎 算了算了 过去的旧账不翻了 现在想想 很是为年少时的一些旧式汉颜 魏无羡心道 可能因为蓝忘机总是板着一张脸吧 所以我特别爱看他生气失控的样子 才不由自主地想要撩拨他 哎 这么无聊的事情 实在是太刺激了 还好 蓝湛没有真的讨厌他 明明是在逃命的路上 可魏无羡却一点都紧张不起来 骑着一头小花驴 前面还有蓝忘机牵着绳子引路 满心是飘飘然的 犹如腾云驾雾 只觉得就算立即从路边杀出个大大小小的士虾 除了煞点风景 坏点兴致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甚至还有心情欣赏月色下的田野 还拔出了腰间的竹笛 想吹上那么一曲 鬼使神差的 他竟然吹出了一段旋律 闻声 蓝忘机的脚步微致 魏无羡的心底则忽然一亮 蓝湛蓝湛 我问你啊 当年在沐溪山屠戮玄武洞底 你唱给我听的那首歌 到底叫什么名字 为何忽然说起这个了 你就说吧 我好像猜出来 你是怎么认出我的了 大饭山那一夜 他吹出的正是屠戮玄武洞底 蓝忘机在他身边轻盈的那段旋律 没有 没有 你是说没有名字 怎么会没有名字呢 又不是你自己做的 对 真是你自己做的 不错 怪不得呢 那啥 我再问你个事啊 你真是凭着这支曲子认出我的话 那也就是说 你 你没在别人面前唱过 谈过 没有 魏无羡一高兴 猛地踢了一脚小苹果 小苹果愤怒地大叫起来 似乎想要撂卷子 把他给踹下去 蓝忘机赶紧扯了扯绳子 魏无羡摟住小苹果的脖子道 哎呀 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 他就这个脾气 就会踢这么两下 对了 我们继续说 你怎么不给那个曲子起个名字呢 要不要我给你提点意见呢 不如就叫 公子 你怎么来了